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诶 昨晚在长波戴成剑 你没看吗?很精彩 昨晚红丝袋我命共识 但吃白果?为什么? 因为鱼腩队受不受到鬼的密室 受到红丝袋 老鼠拉桂没有定下手 众所周知 这个龟有坚硬的外壳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它一定会将手手脚和头尾 縮到龟壳里面 这个时候如果老鼠想拉它走 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现实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未处理 或者很难处理的事情 看来看去都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就可以说 老鼠拉桂没有定下手 多好适一样 多好适一样 我们不在乎 想拉它走 我问大家 我们说吃饭 又说吃牛奶糖 那吃饭和吃牛奶糖 是否同样吃法 那吃饭和吃牛奶糖 是否同样吃法 那当然不是 吃饭 吃牛奶糖是要搅拌的 廣古人說夠吃東西吃味道 就算是吃菜都要搅拌真的味道 不單止吃東西 聽人說話都是要搅拌真的味道 比如哪個年輕人經常在電腦上玩遊戲 會有人這樣向他說 你真是聰明 這句話可能有很多種意思 有人可能真正是佩服他 有人可能是諷刺他 其實是說他這樣下去 只會玩是沒有前途的 廣古話是很理會的 隨時可以遇到這一類的情境 所以聽人說話都是要搅拌一下那種味道 廣古話的這一點 我們要搅拌一下那種味道 廣古話的這一點 我們要搅拌一下那種味道 廣古話的這一點 其實是繼承著古漢語 而古漢語又是跟華夏俗祖先那種哲學觀念 息息相關的 我們的祖先很聰明 從來看問題想問題很靈活的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喜歡看《易經》 我覺得如果懂得讀這本書 做人做事就一定會聰明一點 我所說的《識讀》是說 要將《易經》作為一本講哲學道理的書來讀 不要只是拿它去沾掛 想讀懂《易經》 就真的要對其中的每一句話 都搅拌一下它的味道才行 舉個例子來說 《易經》是有個《理掛》 掛詞是說 李虎美不跌人亨 這裡插回來講一句 那個《跌》字 照書面讀法是跌的那種音 但是按情理來說 《廣虎話》說的那個《跌》字 就是這個字 說回《易經》 掛詞說 跟欺那個老虎美來走 都沒有危險 而到了咬詞裡有一條又說 苗能是 我能理 李虎美 跌人 空 即是說 跟著老虎走就危險 很多人看到這裡就說 邪 一樣是跟著老虎走 一時又說沒有危險 一時又說有危險 也叫亂說 是不是亂說呢 我撐開來講講 大家都睡覺的 晚上要睡覺就對 日光日白工作學習的時間 要睡覺就不對 是不是這樣 不一時說對 一時說不對 正常不正常 《易經》 《易經》舉過這樣的例子 說 《跟著老虎走》 其實是向我來說 要根據時間地點條件來處理問題 在某些時候 表面危險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那個人 自己懶得厲害 明明瞎眼了 還說他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瞎腳了 還說他可以走得快 大過世界冠軍 這樣的人去做危險事 就撞板多過吃飯 我之所以這樣說幾句 意思是建議 喜歡讀《易經》的朋友 用發散性的思維來讀 一個字一個字 來死扣解它的話 是領回不了《易經》的真理 也就是說 讀《易經》 要慢慢地 再試一下它的味道才可以 今天月級挑戰的題目就是 西方的汽水最早傳入中國 廣東人稱它做什麼呢? A.芬蘭水 B.荷南水 C.法蘭西水 D.波蘭水 在明晚六點前 發送838加答案編號 到106.620 答中的朋友 就有機會獲得 價值300元的豐富獎分 通過以下網址 或者短訊方式 向余老師提出問題 都有機會獲得獎分的 越港越過癮 我們下期再見 接著下來播映的系列 營養